第四题 伏特计读数因为多少 我们有好几种不同的做法 比如说 从 题目的叙述就知道我们的电流呢是3安培 从弦一小题知道 甲乙的电流比分是2比1 也就是 我们的甲的电流呢会是2安培 乙的电流呢会是1安培 带入公式V等于IR 甲的电流有2安培 甲的电阻5欧姆所以出来了就是10伏特 所以呢 我们的电压就是10伏特 甲的电压也就会是与的电压 也就会总电压 因为他是个病人的电路 或者呢我们可以用总电流总电阻去求总电压 总电流已经知道是3安培 那么总电阻怎么办呢 那么病人的时候总电阻是 分小分别电阻的导数相加的导数 所以呢我们总电阻分之1 就是5分之1 加上 10分之1 也就是10分之2 加上10分之1 也就是10分之3 那么我们的电阻值呢就是 我们的 3分之10 那么一样带进去我们公式 是叫V等于 R 那么我们的电流是3安培 我们的电阻值是10分之3 所以算出来呢我们的电压就是10伏特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算法 我们的电压都是10伏特 第四题问我们说 伏特计读数因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 10伏特 2 2 5 9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